这两天也迎起讨论的话题 就是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竟然出现了 年改这个案子的表决大战 我们先来看看民众党的黄国昌 以前世代要正义支持年改 而如今看到国民党有立法委员人不在场 却有人按这个表决器来反年改 黄国昌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哦我们要请北辰将军上来咯 这位国民党的立委卢献一人在中国 但是呢他不但有签到 并且领了表决卡 并且插上了表决卡 并且按了表决 这怎么一回事 就是摆明了作弊 其实问黄国昌 当时他怎么质疑王金平的 请用同样的标准来质疑 卢献一 一模一样 我跟大家讲 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位委员 真的我虽然我是国民党 我真的不认识他 曾经是国民党 我不认识他 这个人是如何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并没有去批评他 问题是他没错啊 他可以去中国啊 对啊 他可以去旅游啊 合法啊 谁帮他领了卡 谁帮他按的 这才是重点嘛 所以他很生气 他说你们哦 都在污蔑原住民啊 谁谁谁 污蔑原住民 我们非常非常认为 你很好 你带着乡亲到中国 或者到中国都OK都没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形态 但是你哪一个党友帮你按的嘛 你哪个党友帮你插的卡 帮你领的卡 对 他们害你耶 党团在害你耶 而且我告诉你他被罚三万哦 因为假动你没到 啊对 对 那你可以讲说三万我出 谁帮我按的 给我站出来 你去骂别人干嘛 而且黄国昌 当年这样子去修理王金平 现在你却说这个事跟我无关 这个事没有问题 双标 我不要说用双标来形容黄国昌 侮辱了双标这两个字 根本是是非不分啊 对 不分是非 对 另外我告诉大家哦 这个年金改革法案 我出来开始就是反年改 我反年改是什么 我是说我反对 把我们的钱减少以后 用到别的用途 如果你专款专用 你可以把对于高阶将领 所节约下来的钱 用在这些低阶 照顾我们同样的退伍区人 我认同 大家可以去查 查我所有上节目 我讲的反年改都是这样 那现在呢 有没有这样做 现在年金改革有没有这样做 我告诉大家 是有的 比我晚退伍 阶级比我低的 他可以从三四万 可以拉到将近五万 他可以从两万多 拉到最低楼地板三万二 这就是我要的啊 对 我说我同意啊 我告诉你 你们不要说我怎么样 全部军人年改 我被改最多 我没有人改的比我更多 高阶将领 少将改的最多 我告诉你上将没有改 上将一毛都没少 因为上将是特任官 他一毛都没有少 中将少将改最多 我是被改的最多的少将 我一个月少两万五 我一个月少两万五 插颈椎 我告诉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为什么 让我低阶的部署刨则 多领一点 所以做到 这什么好改 现在要改回来吗 改回来我那些低阶的 家里比较困难的 这些部署刨则 他的钱就变少了 割他们的肉来补给上面 不用补我 不用补我 补我这些需要的 让这个年金可以永续进行 那时候我愿意 所以为什么 等到拍板定案之后 我对年改我就不说话了 为什么 做到了 他们有做到 世代公平 世代正义 对我拿多的钱 我少拿一点 让拿的少的人 多拿一点 我愿意 这真的我愿意 那你现在改回来是改什么 你在改什么 而且他这个案子很奇怪 就是如线因为人不在 然后民进党就发函 要求说韩国瑜院长 你要调查 本来就要调查 这是环如献一公道 可是国民党的讲法 到最后也是意识人员的错 意识人员的错 请问谁按的钮 对 意识人员可以帮你按钮吗 不可以 我说意识人员当然有错 你没有分清楚 他的面容辨识系统 就把它插下去 那个卡给他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谁按的 对 他不会自动按吧 对 他不会自动按 如果今天按的是 偏向民进党那边呢 国民党会不会叫 如果今天按的不是 不是反对哦 是赞成哦 嗯 那我讲国民党就叫 谁把他按的 谁把他按的 没错 不要双标 不要这么是非不分 现在问题是 谁按的 还对 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我告诉大家 我去把这个国民党 送的反年改 我把它搞清楚了 他这个反而搞清楚 他不是要修回年改之前哦 所以各位 你不要被国民党骗了 他不是要修回年改之前 是说现在修到哪里就停止 就不要再动 不准再动 是冻结哦 那如果国家的状况变好 向上面加薪也不准动哦 今年是有加薪的 我告诉大家 今年退伍的军工教 是有加薪的 为什么 他是随着所有本分的调整 4% 他往上加的 那如果国民党这个案子到了 就停 停了 不准多也不准少 那物价波动怎么办 未来增加怎么办 对啊 所以不要打假球 各位军工教不要被他骗了 你们现在被他们拿出来当筹码 他们不是要把你改回原来 而且黄国昌说 我为什么不投 为什么不投 他有理由的哦 他说因为当年民进党打假球 我要的改革不是这样 要砍到剑谷 你这样不行 什么东西啊 年改这件事情就只有支持 或不支持而已啊 他就说没有 因为我觉得砍太少 所以可恶到底 这真的在消费军工教 你想要小草的票 现在还想要军工教的票 大家不要被他骗 他真的是要 他真的是要消费你们 他没有要帮你们 所以年金改革 我想绝大多数的军工教 现在是放下了 为什么 看到比自己晚退休的 比自己年纪轻的 比自己需要钱 他们领的比较多 绝大多数军工教是放下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把我们抓出来 再边施一边 我想我代表 我代表我个人 我非常反对 现在已经不吵了 世代要慢慢的米平 让大家不要有仇恨 现在你又跳出来 是怎样 是怎样 而且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民众党有巴西 当天到场的有七位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 民进党的这个版本不好 那你 那你提案 你提案 对 你就提案 要不然你就表局的时候 你就要跟国民党一起 你就处在那边 不投票是怎样 我不摇头也不点头 对 你是白痴哦 你是傻瓜 我们选傻瓜出来 就毫无立场 你觉得民进党的方案不好 国民党的方案不好 你提一个方案 你提一个方案 你把你的话讲出来 不要搭架球 要就一只砍到底 不管你是什么阶级 一律平等 不管你是干到上将 还是干到二兵退伍 都领一样 这是他讲的 你知道吗 他要这样 你要这种公平吗 你要这种齐头式的平等吗 我讲我们要的是 世代和谐 世代互助 而不是世代互相攻击 不要再用这个方式来消费军公交 而且他当年是这样子讲王金平 结果现在跑来骂民进党 一模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王金平当时是人是在的 这个卢献一是人不在的 是 王金平在 廖国东帮他投票 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不在即投票 对 那这次人家是 卢献一是受害者 我在卢献一 卢献一是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人在中国 我宁愿被你罚假洞的钱 三万块 可是你做什么帮我投票呢 你为什么帮我按呢 那只神之手是谁的 现在没有人问 没有人问 然后就说你看 抹黑 我就讲 如果那只神之手按错了 按到支持民进党 你国民党跳不跳脚 黄国东跳不跳脚 跳报告的 对不对 如果这样子 跳不跳脚 所以我讲这些人就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要票 要骗票 就是要骗所有 蓝营年金改革 心中还没放下那些人的票 但是我告诉大家 年金改革真的发下休止符 有没有向上调整 大家今年最清楚 有没有向上调 就是有向上调 就是向上调 那冻结后就不能调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年金改革你不要说什么 预备成变成 没有 我被砍最多啦 砍你两万五 你会不会这样出来讲 我被砍最多 但是我的部署 我的需要帮助的跑者 他领到了 我愿意 我被砍最后 感谢观看